大家欢迎收看11月26日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花莲县政府致力打造智慧城市 连结世界趋势提升乡亲生活品质 因此花莲县府与币矿科技签订合作一项书 将结合科技公司研发的PG Talk 为县府规划智慧服务内容 整合数位服务资讯 打造花莲县成为国际观光 友善且便利的智慧城市 花莲县政府秘书长张一华代表县长许顺慧 与币矿科技董事长陈思宇签订合作一项书 将结合币矿科技所制作研发的PG Talk 为县政府规划智慧服务内容 整合数位服务资讯及强化大数据的分析 实现智慧治理能量 币矿科技董事长陈思宇表示 感谢县长许顺慧大力支持PG Talk 今后将以民间的力量 全力配合县府推动观光宣传 农业行销安全通报 商业推广等行政工作 缺币未来能够为县府智慧城市 愿景尽最大的努力 今天币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花莲县政府正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在未来对于推动花莲县政府智慧城市的 这一个部分 币矿提供了非常多 与花莲县政府合作的合作愿景 那最近的第一次的合作 我们会在11月27号的 花莲无交合一的活动 透过PG Talk PG TV的直播平台里面呢 告诉大家 花莲无交合一的活动 在未来 我们也会提供花莲县政府 不管是政令宣导 还有观光活动的宣传等等 更多更多不同的发展 然后希望可以跟花莲县政府合作 一起打造一个友善科技的智慧城市 飞广科技PG Talk是一群台湾工程师 依据台湾人的使用习惯及需求 以创新的精神并不间断地改良优化 凭借着优异的研发技术以及专业领域 自主开发通讯APP 现有PG TV影音专区 并达卫送 必达轿车等多样化服务 符合换线政府服务 针对强化民众平日 时衣住行娱乐等生活需求的数位化 后续将结合花莲县政府对智能管理的需求 透过大数据等技术分析 强化宣证宣导 广广推广 产业协助 社会关怀 安全防护等等 开发更多的优质服务 其实能够为花莲县政府在智能城市的运行上 尽最大的一份心力 记得终于欢迎收视频道